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多种重要作用 对地球生物圈的维护做出了重大贡献 它们的参与跨越了各种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功能责任 然而在处理复杂的代谢途径时 单一种群方法的局限性就显而易见了 为了克服这些限制并提高微生物功效 开发人工微生物联合体成为一种前景广阔的解决方案 来自匈牙利和英国的一组研究人员 在其题为设计和构建人工微生物联合体 以促进木质纤维素生物质降解的论文中 率先采用了这种创新方法 它们的工作包括表征细菌 真菌和酵母的降解性能 然后设计和构建适合固态处理农业木质纤维素残留的多种微生物联合体 它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混合培养物中加入酵母 可以显著提高降解效率 两个名为BFY4和BFY5的两个特定微生物群落在整个过程中 水解酶活性和糖产量显著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 麦杆经过72小时生物预处理后 总纤维素酶和木炬糖酶活性最高 以麦腹作为底物式CMC酶活性最高 这些发现代表了基础知识的重大进步 为潜在的中式规模生物工艺应用奠定了基础 《论文全文》发表在2023年9月的生物燃料研究杂志上 可在我们期刊的网站上免费阅读全文